大家可曾想過 在那當時國共對抗的時候呢 你會注意到 台灣常常會講一句話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而當時也有許多的匪諜在台灣 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這兩個人後來被這個保密局給抓到了 如果沒抓到的話 今天中華民國也就沒了 是立剛 你看這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 那時候不管學校啊 路上啊 到處可以看到類似的標語 是 對 你看 甚至你看 在教室裡頭還要交唱保密防諜歌 對不對 然後你看隨便什麼地方都貼了 這些漫畫啊這些東西 就是要提醒大家保密防諜 匪諜隨時在你身邊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去年北京西郊那邊 立了一個無名英雄廣場 裡頭立了846個人的名字 都立在那邊 你知道這846個人名字從哪裡來的嗎 從哪裡來的 他們幾乎全部都是1949年之後 潛伏在台灣的這一間 中共的特別情報員 那你要知道這846人 他旁邊還留了很大一部分的空白喔 那是幹什麼 做什麼用呢 那是表示旗殺潛伏的人更多 只是到目前為止人民還搜索不到 沒有辦法把它刻上去而已 所以當時可能潛伏在台灣的共諜 不止這846個人 搞不好是好幾千個人 甚至上萬個人也不一定 人非常非常多 那其中有四個人最重要 哪四個人呢 聶熙 吳石 朱鋒跟陳寶昌 這四個人 那其實呢 這四個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故事 可是你注意耶 還做成了頭像耶 立在這個無神英雄廣場耶 對 他會特別有雕像就說像就表示 他們四個人是這846個人的最重要的四個人 吳石跟朱鋒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吳石喔 其實他是國民黨的將領喔 他早在1947年就已經被 共產黨那邊撤反了 就已經投共了 所以他是國民黨的將領 是 所以他又握有兵權 對 然後呢 他從1947年開始 在國共內戰期間 就不斷地把國民黨內部的各項機密 就不斷地偷偷送給共產黨 因為他是將領啊 是 所以他看到的機密等級都非常的高啊 可是你知道嗎 一直到1949年喔 老蔣還是非常相信他 1949年老蔣那時候已經來到台灣 還特別發急電 叫他立刻帶他的眷屬 然後飛到台灣來 那一到台灣來呢 馬上升他做宗教 然後當什麼 當國防部參謀次長 等於給他更大的權利 哇 那國家最重要的機密 全部都在他手裡面啦 那幸虧那個時候老蔣同時也在開始 不斷地在全台灣各地查匪諜 所以中共的一些地下組織 因為這樣子被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 被中斷 中斷了之後 吳時手上雖然握有很多情報 他就沒有辦法送出去 沒有辦法送出去 那中共那邊當然很著急 尤其是1949年10月11月 連續發生中山群島跟金門的 兩個戰役 老共都駛雨而歸 那毛澤東當然很急急的 想要知道 國軍在整個台灣的兵力部署啊 相關的各種情報 那這時候沒辦法 就只要叫一個人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這位朱鋒 朱鋒他其實是一個中共女黨員 長期都在上海跟香港活動 那這時候他就賢命 特別因為他的前夫的女兒 跟他的現任的丈夫都在台灣 所以就用這種依托親屬的這種說法 然後就從香港跑到台灣來了 轉轉來台了 對 那他來到台灣呢 當時就是很簡單 他從基隆一上岸之後 馬上他黨就 共產黨就給他兩節的任務 叫兩個路線兩個人 什麼叫兩個路線兩個人呢 一個重要的就是 中共在台灣的工作委員會的書記 外號叫老鄭 實際上本名叫蔡孝乾這個人 那這個人其實握有 手上握有 中共他們在台灣整個民間的組織啊 秘密的武裝組織 準備要推翻台灣政權的這些所有的部署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的聯絡對象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吳石 就是要去聯絡吳石吧 吳石最知道是軍事的部署 跟整個軍方的戰力可以評比 所以他一上岸了之後 馬上約了老鄭 也就是蔡孝乾 在基隆的一個茶樓碰面 那這個時候呢 老鄭就把相關的 台灣民間的這些 他們共產黨組織的所有這種武裝 詳細的這些部署 全部都把這些資料 全部給了朱鋒 然後呢 緊接著 隔了一個禮拜之後 吳石就跟朱鋒碰面了 你知道碰面的地方很大膽的 吳石還把他約到自己的辦公室來 然後呢 就從他辦公室那個牆壁上面 有一個保險箱 從保險箱裡頭拿出一個小圓盒 圓鐵盒給他 直接到他辦公室啊 對 朱鋒 朱鋒還是一個民眾耶 是啊 一般的民眾 他就可以進到這將軍府裡面 拿到了這個鐵盒子 對 那這個鐵盒裡頭 握有非常多重要的資訊 你知道裡頭有什麼東西 講起來真是讓人害怕 第一個 台灣戰區的戰略防御途 等於所有的戰略防御途 全部都在裡頭 然後周三群島大小金門的 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 你想想看 如果這時候戰戰人家 你兵力火器都配置在哪裡 你完全知道 是啊 這戰車還要打嗎 你的火爆陣地 完全被敵方可以掌控啊 你完全被人家壓制了 然後各防區的敵我泰式圖 包括我們對共產黨的飛機 還有我們自己的兵力部署 全部都一清二楚 然後台灣海峽 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 洋流資料都可以了 你知道海流資料表示他們艦隊 如果要過來佔領台灣的話 他所有的水文資料 他完全都清楚了 然後再來台灣島各戰略登陸 點了地理資料分析 變成連他要在哪裡登陸 我們都已經幫他分析好 雙手奉送給他 然後海軍基地的艦支部署分布情況 我們整個艦隊所有被他們 掌握了一清二楚 然後呢 空軍機場 機群種類 飛機架數 一清二楚 全部呈現在他眼前 然後甚至呢 蔣介石關於大陸失線後組織 全國性遊擊武裝應變計劃 也就是說我們所有在敵後整個 將來我們要 假設要去反攻大陸的時候 所有的計畫 所有的病例部署 人家全部知道一清二楚 把這些這麼重要的資料 全部要送到大陸去了 你知道就朱鋒拿到這個 當然是如獲自保啊 是啊 然後他就在跟這個 午時會面完之後 大概隔了三天 他在把他送給誰呢 誰 把他送到基隆 有一艘叫安符號 這個安符號是專門來往於 基隆跟香港之間的一個貨輪 然後這個貨輪上面呢 有一個大副 這個大副是誰呢 這個大副雖然岌疾無名 可是他其實是 中共華東區情報部的 特別交通員 也就是一個特別聯絡員 也就是說情報傳遞 都是他在傳遞的 結果呢 你知道這所有的這些資料 送上傳了 全部送上傳 而且真的被帶走了 帶到香港去了 對 所以完全就被老共知道 一清二楚了 老實說當時還好 老共那時候本來就已經 那老共拿到這些 不就如獲自保了嗎 是啊 等於我們台灣 完全曝光在他眼前 是啊 幸虧第二年因為發生寒戰 所以整個態勢完全改變 老美在台灣的兵力部署也改變 然後我們自己的兵力部署也改變 不然的話整個就完蛋 哇那毛澤東看到這些東西可不得了 樂歪啦 所以呢 你知道毛澤東當時一聽到 這個朱鋒竟然帶回來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知道 他還特別為他寫了一首詩 你看金濤拍孤島 碧波應天小 虎穴長中魂 曙光迎來找 表示你給我帶來的曙光啊 等於將來我們要打下台灣 全部都靠你們兩位了 因為這些資料太機密 而且太重要的資料 所以後來呢 你知道這個就還特別刻在 今天我們這個無名英雄廣場這邊 這個都是刻在那邊 對 就直接刻在那邊 這血淋淋的事實就擺眼前 然後說後來還好 那個吳石跟豬豐 那個朱鋒還是被我們抓到了 不然的話 真的還不知道多少更可怕的秘密 要洩漏出去